hello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淘宝开箱的第二波 因为今天又收到了我上几次618买的所有东西里面的第二个包裹 然后这个包裹呢 它是比我上一次那个要晚一些天荷包的 第二个包裹呢 它是7月3号从广州的港口出发的 然后是7月16号的时候就到达了澳洲 用了13天的时间 应该是比上次还要快的 那么快递公司呢是今天早上就告诉我会今天寄到 今天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候 它又再次的准时到达了 我家楼西亚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今天的包裹里又有些什么吧 第一个是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包裹 它的这个包裹上面写了这么的来自故宫的礼物 这么一些自己的logo呀什么的 包括它的贴纸都是他们自己的贴纸 但是因为寄完的时候遭受了一些可能挤压 箱子显得不是那么的完满 我上一次买的那个三国纱我发现其实是正版的啊 因为它是那个油卡出品 虽然说它的淘宝店铺不是油卡 因为它有很多分售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正版的 其实我当时就是买了很多家书签都想送莉莉做事 然后上一次那个先到了我就先送给它 这个是一把扇子形状的书签 上面的那个建筑是角楼 这个是有一只猫咪 它在这个御膳房上面边睡觉边流口水 还有这个是它那个好几只猫咪的一个冰箱贴 这个是一个猫咪的锦衣卫 还有一个明皇帝 买了这么几样东西 是一个退换货登记表 售后服务卡 夹在一个这个红色的信封里 上面写了一个公 这个信封还挺有质感的 下一口小小的目测是我的买的一些发式 小发式一个这个很粉的 让我试戴一下 看得见吗 我从镜子里看还是挺好看的 它可以这样夹在侧边 或者是你拿两缕头发这样夹在这个中间的这个地方 它上面有四个这个东西 然后第二个和第四个是一个粉粉的 不规则的 第一个是一个像钻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是那种白白的 这四个形状组起来还是挺特别的 蛮好看的 还买了另一个 当时我最想买的那个五角星的发卡 它应该是卖完了 然后我就挑了一个这个样子的 稍微会有一些复杂 戴一下 看好不好看呢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不过这种发卡可能取起来会比较夹头发 没有那种刚刚那个粉色的 它是这种这样咔哒咔哒咔哒 这种会没有那么容易夹头发一些 这种要自己这样撇着的 刚刚就反正已经弄下了我一根头发 但是两个发卡都还是很好看的 反正还送了一根小头绳 现在卖一些东西真不容易 卖一些小物件还要送小小小礼物 下一个 我买了一个扫把 这个扫把竟然是这么一个薄薄的多功能扫把 发卡在里面还送了一个钩子可能是想让我把扫把给挂在哪里吧 因为它真的很轻 然后这是这个扫把的头 它就是非常可以清除毛发及微尘颗粒 还可以清除厕所里的积水 还有包括沙发地毯上的污渍 还可以扫玻璃还可以清除油污 然后使用只要用清水冲洗即可 听起来非常的牛逼红红 但是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反正先试试 先把它装起来试一试吧 就是这么三结然后就拧在一起 因为我每一次用那种普通的扫把扫地 然后就会觉得那个头发永远能扫不干净 就想说试一试有没有什么神奇的发明可以解决我的这个困扰 一会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材质的问题 它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些毛发灰尘都扫到一起 而不会黏在像传统的扫把那样黏在这个扫把上 黏吗 其实还是会黏一些的 这也不是说完全的那么 绝缘 下一个 完全不记得是个什么东西 是我买了一个保温菜罩 因为家里还是会飞一些小虫子啊什么的 就是想说用一个罩子 但是我上一次买的一个质量非常之差 但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把它弄坏了 然后我说这一次我一定要买一个替换掉它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因为现在刚好心里是冬天 我就想说有这种保温的 因为它里面是这种面料的 这种可以做到起到一个保温的效果 我就说那就不如就买一个保温的 感觉虽然说也不一定就能保温效果有多好 但是买个心理安慰 买的是一个这种橘色的 然后上面有西红柿的那个花纹 现在有一点点味道 需要晾一晾 下一个 然后是我买了一个苏博尔的调料罐 包的倒是挺好的 用这种塑料的东西 然后它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油壶 因为你觉得每次用油瓶直接倒 一个是它刚买的时候很重 然后不好掌握量 一下就不小心倒多了 再一个就是它会露的整个那个油身 都是油刮垃圾的 然后你说买一个油壶每一次就好 它这上面还有刻度 都能知道自己倒了多少量 而且因为它这个嘴巴它旁边 就在它留下来 它中间还可以接住 就不会说直接流到这个瓶身上 所以我觉得它会干净 卫生一些 用起来也不会 特别的不舒服 因为这个颜色也蛮好看的 这是个淡蓝色 这个调料罐 三个是一样的 然后跟这个油壶也是一套的 也是这个蓝色的 里面是带小勺的 但它这个盖子密封性不是那么紧 我觉得稍微潮一点的地方 可能就不太适合用 因为它肯定会进水气 它不是那种可以拧的死死的 它这个完全是没有盖子的 所以如果潮气很重的地方 其实是不太适合用这种罐子的 还是要去买那种可以拧紧的 下一个海运的好处可能就是 你淘宝 淘完了以后呢 拿到快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月 你当时买了什么 你已经完全不记得了 就像拆盲盒一样的那种快乐 我买的是一个防晒的一个手套 因为澳洲这边的太阳很毒嘛 就想说那开车的时候 就把手给遮起来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 省得把胳膊给晒晒出毛病了 就买了一个这样的手套 我以为它是可以把指甲从哪里收出来 但好像不是 它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买的是一个这个蓝色的 上面还有一些线条小花纹什么的 它穿上来有种很凉快的感觉 应该防晒会很好吧 我买的是这个叫胶下的这么一个牌子 它叫Benny Under 这真的很凉快感觉 夏天用应该会很舒服 这样既凉快又不会被晒黑 不知道这个要不要洗 建议手洗 不可漂白洗 阴凉处悬挂亮干 OK 手洗 袋面我会收起 但这个颜色是真的还挺好看的 不过它这两只长度不太一样 这上面对齐了下面长度有一些区别 但是 这种瑕疵我是可以忍受的 毕竟 两只手也不一定一样长嘛 下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居家的东西 感觉就是这种居家的东西 特别的吸引我 这是一个折叠垃圾桶 妈也太送了 垃圾袋 她也给了你一些什么东西是什么的垃圾 她这一张介绍什么是湿垃圾 然后这张是干垃圾 但其实澳洲没有像现在国内那样分湿垃圾干垃圾有毒垃圾什么什么 她主要就是三类一个是厂 日常垃圾 一个是可回收垃圾 还有一个就是你住house的话 你家里会有一些落叶呀杂草 那些就放到一个绿色的垃圾桶里 应该是这样 这个垃圾桶它是这个样子的 薄薄一个 然后你可以把它挂在你的柜子的门上 因为这有一个这样可以挂的嘛 挂上去 然后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收回去 你用的时候就把它打开 然后你台面上的东西就可以直接这样收进来 这一波包裹里面其实东西很少 应该就是十样东西而已 啊 这时候买的也是收纳一些干粮的 就是什么玉米碎呀 红豆绿豆呀 意面这些东西的 也算是调料罐 它应该叫易扣罐 然后里面它是一个套装 里面有各种规格的大小不一样的 那我就拆一个看一下质量怎么样 拆一个最小的 其实这种收纳罐应该这边也有卖 我也不知道什么脑袋戳风 看到了就想买 它就是一个这样盖上去 然后你把它扣住 它就关上 那扣的也不是很紧 我这个轻轻的一拿 它也是可以打开的 哦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扣几头 就是这样的罐子 一共有12345678 这一套一共有8个 还有最后一个包裹即将到来 昨天我又收到了 我的第三个淘宝官方海运的快递 所以到此目前为止 我所有在淘宝走官方海运的包裹呢 已经都寄到了 现在我对于这个淘宝官方海运的一个看法是 它确实比以前要时效更快 而且不管是追踪还是客服 都比之前要做的更好了 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这一次我有一个快递 它就没有寄到 我就一直在找客服问 嗯为什么它没有寄到呢 第一个客服说帮我去联系 然后给我发邮件 也非常快的得到了反馈 说是因为有破损 然后我看到它是有破损以后 我又去问客服 那它是在国内破损的 还是在新一破损的 如果是在国内破损的 是不是运费这一部分 不应该收取我的 但是目前它是收了我的 然后第二个客服呢 帮我查了一通 然后说确实是在国内就被拒收了 所以这部分运费应该退给我 然后让我去申请退运费 那我在去申请退运费的过程中 又再一次发现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它说我这个订单已经显示签收了 我们之间 我和这个订单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 没有任何的纠纷 所以我就不可以去申请退这个运费 然后我又再一次找这个客服介入 然后它告诉我 虽然说又给我找了个理由 说我这个快递是个无主件 我也不明白它为什么是一个无主件 明明它有单号 也有所有的信息 它也显示在了我的急运订单里面 但是它就说它是一个无主件 所以就退回去了 但是经过它的一番查证呢 这个查证应该就是查我之前 我和之前的那个客服的聊天记录 发现它是因为破损所以没有寄过来 然后它又帮助我去看怎么申请退运费 所以整个流程下来 虽然有那么在一开始 让我觉得有一丢丢的踢皮球的嫌疑 但是到最后 我现在觉得它目前的解决 还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现在虽然还没有得到解决的结果 但是如果之后我收到了这个解决的结果 我还会告诉大家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 因为淘宝官方海运 它好像是一些不能 就是一些禁运品 是无法下单寄到它的急运仓里的 比如我想买的一个陶瓷的炖锅 和我想买的隐形眼镜 因为里面可能是有液体 这些东西它没有办法通过走这个官方海运寄过来 它是根本都无法下单的 但是还有一些东西非常的 模糊它的界限 它的寄运品里是建议你不要寄玻璃的制品 因为这个是易碎品 所以像钢化膜这一类产品 它们其实都是不推荐你去走海运 就是走急运的 但是钢化膜你可以非常轻松的下单 并且寄过来收到 都是可以非常顺利的 因为我上两个包裹都收到了这一类产品 但是我这个被拒收的呢 它是一个钢化玻璃做的冰箱隔层 它拒收的原因说是因为破损 然后也有客服在沟通过程中 告诉我这个玻璃制品 它是禁运品所以被拒收 就是它们客服可能 对于这个禁运品的界定 也不是那么的明确 所以一些东西它到底能不能寄 最好提前问好客服 如果不能寄的话 咱们就不要走这个官方海运 像我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确实还是特别想买 想要把它寄过来 我就找了一家私人的海运 把它给寄过来 它可能清官会卖一些 因为都是一些 在淘宝官方集运上 都是一些禁运品 所以我觉得它清官会卖一些 现在目前我还没有收到这个包裹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对比 现在是官方还是私人集运 会更方便更快捷 但是我找的那个私人的集运 它的一个优点是没有手重 每公斤都是两刀澳币 但它的重量并不是单纯的 按重量去计算 会涉及到一个体积重 也就是说你这个体积大的东西 它可能就是按体积给你计算价格 所以说它的价格不能说 会一定比淘宝的官方集运 官方海运要便宜 目前在我寄的东西上面来看 我觉得两者的价格是接近的 但是这个淘宝官方的缺点就是 很多东西它寄不了 但是这个私人的它大部分东西 都是可以寄的 只要你不寄一些违法的东西 它基本上都是可以寄的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淘宝的称重 这个官方集运的称重 我也是非常疑惑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包裹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非常轻的包裹 但它称出来却是一个非常重的重量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总重量 去算运费的一个这么一个快递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重量不能够达到精准 是我觉得非常疑惑的一个点 因为前有前几单 我有一个有几个快递 我觉得它的称重实在不合理 因为它就是塑料的东西 比如说我上一单收到的那个垃圾桶 只是放在门柜上的垃圾桶 它就是薄薄的塑料片 但是它的重量却让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塑料片该有的重量啊 为什么它会这么重 所以我就会点点击 让它重新去称重 然后结果它的重量确实 也给我进行了调整调低了 所以我就在想 为什么这个重量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吗 为什么可以 你申请重新称重 它会变成另一个重量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让我非常的 嗯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有什么操作不当 或者是你是故意的 这个就让我非常的疑惑 那么这个私人的急运 它会更加的透明一些 它所有的东西 这个快递的边长长宽高 它都会列出来给你 所以它的体积它也会告诉你 包括它还可以帮你 拆包荷包 把你的一些 没有必要的包装盒给去掉 然后把所有东西集在一起去 压缩它的体积和重量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私人的急运 可能会做的比 官方急运要更加的透明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淘宝官方急运 它在首页有一个入口进去 然后整个页面它的 不管是你去点击啊 还是操作啊 它的反应速度会比较慢 也不像它淘宝的其他界面 那么灵活 它整一个所有的 关于海运 关于急运的东西 都在那么一个界面里面 就是整体上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然后像私人的 它有一个 专属于你的客服 它关于你所有的东西 都会帮你去 第一时间去帮你解决 帮你去联系 所以在这一点上 给我的感觉 还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这个 私人急运 它是一个公众号 然后你的专属客服 它也是一个微信号 所以联系起来 非常的方便快捷 不像淘宝 你点那个客服 每次你反出去 要再点回去 然后各种跳转 页面的反应速度 都是非常慢的 但是因为我现在 也还没有收到 这个私人急运的 这个包裹 所以我也不能说 它就是百分之百 一定比官方的要好 到底两个怎么样 等我收到了 那一个包裹 我会再告诉大家 因为我也不知道 它给我拆包 荷包 这个东西会不会有破损 然后一切的 这个售后的问题 我们都还有待考究 OK 一不小心就说了十分钟的 这个关于快递的问题 因为我就很巧不巧的 就有东西被 没有收到 所以就刚好经历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 我觉得是很多朋友 都会经历的 我就希望如果大家 我可以用我的一些经验 给大家一些前车之鉴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今天的开箱吧 今天白天到图 然后走的也有一点累 但是又很想知道 这一次寄过来的东西 是不是全的 先来看看第一件吧 它好像是我买的 两条裙子 是夏天的裙子 现在悉尼是冬天 也没有办法穿 但是我觉得这个裙子 挺好看的 我就买了一些 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它是这个UR这一家的裙子 第一件花纹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一个吊带裙 因为我想着这种吊带裙 可以穿在西装外套啊 或者是别的外套里面 我觉得会比较好看 也是因为然后这个花纹 是这种铁链 金属链条的这种花纹 也是我自己从来没有穿过的 一个风格的裙子 下摆也是这种 稍微有一些不规则 就是有长有短的 一个这么一个下摆 觉得还挺不一样的 关键是买的时候 因为618好像还挺便宜的 就打折打的还原价 写的是259 我忘记打折是多少 反正肯定没有到100 所以我就觉得 嗯 之前UR在国内也很火感觉 然后质量说实在的 其实是不错的 就不到100人民币的价格 我是觉得完全OK的 虽然它记得来说有一点皱啊 但是我觉得运一下 应该挺好看的 第二条裙子呢 是一个这种火焰的 一个半身裙 然后这个半身裙 我第一眼的感觉是 它和鲍纹其实是有一点像的 然后我自己也一直很想尝试鲍纹的裙子 但是就觉得太成熟性感了 我自己驾驭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火焰的呢 是一个这种中间感觉的 然后我觉得可以先试一下 这个能不能跟它合拍 然后我觉得这两个裙子都是属于 有那么一点点小性感的 也是一个下摆不规则的 这么一个半裙 然后这个材质 我觉得其实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穿都是没有问题 我觉得毛衣搭配这个材料的裙子 也会很好看 一个黑毛衣就这么搭 应该也是挺好看的 然后第二个它是一个鱼肤帽 有点像 有点像要去采茶 那个挤牛奶啊 什么什么的 它这个往前移一点就可以把整个脸挡住 我没有很适合这个 还是因为我今天穿了一个黑色的卫衣 然后整个人都黑黑的有点融为一体 可能搭配那个白色的裙子穿 会不会好看 下一个是一个 又是一个非常家居的东西啊 是一个围裙 因为我之前那个围裙是布的 所以它其实有水或者有油 很容易就很透过去了 我就说想买一个这种橡胶材料的 它就是这种这样的面料 它是这种 有点 反正就是不是布的 它油啊水啊 它没有那么容易透过来 水在上面估计就直接滚下去了 它不会渗过去 是一个粉色的 一个大象 然后它旁边 这个有个口袋 你可以把手机放在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擦手巾 你的手如果湿了 然后想去拿手机 你可以先在外面擦干了 然后再进去掏 两边都有 然后它是一个大象 这两个口袋 相当于就是这个大象的耳朵 然后它这个挂脖子上的地方呢 还是可以调节的 就是如果你的脖子非常的细 它就是可以这样调节的 所以我觉得很大 而且就是你自己戴的时候 就很方便 不需要去后面季节 然后就可以调到 合适你自己的每一个 就可能比较方便吧 然后这个粉色的大象也非常的可爱 你发现其实这个海运过来 它的这个包裹都会有一些挤压 它都会一些变形 所以确实一碎品 可能没有那么适合买 然后我自己被拒收的东西 它也是玻璃制品嘛 所以就是我自己也是有一定的责任 为什么要买这样的东西寄过来呢 是吧 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绳子 包着的一个这样的纸包装 让我们把它拆开 这种牛皮纸袋包的东西 莫名的给我一些好感的 说买的头神们 这个据说是一个欧阳娜娜同款无痕发夹 但是其实看上去这个就不是啊 肯定不是同款式 样子有那么一羞羞相似 但是材料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它能不能做到无痕 我也不知道 一看这个就是光面的 我记得欧阳娜娜娜那个 应该是一个磨砂雾面的一个夹子 这个一看就非常的塑料 然后这家的发绳我想说 跟我在网上看到的效果好像也不太一样 这个食物确实是有一些廉价的这种感觉 我做错什么了 它怎么就成一个发绳变成了一个 发绳我摸到了 它在里面断了 所以现在它可用来当做什么呢 我要不要去找卖家协商退货 不对我退不了货 协商退款 什么嘛 这个不会也这样吧 我都不太敢用力 但这个好像他没有 今天去涂布的时候扎了一个小啾啾 让我来试试 这个发绳绑上来的效果 我的发量有点少 好像不太适合这种发绳 剩下的几个一个是这种橙色的 花花 这几个发圈 比刚刚那种大肠发圈要 稍微的好一些 颜色什么的 这个还挺 是不是挺小清新的 但是我根本就不记得我买过这个颜色 一会儿我要对比一下 我买的是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是不是有色差 不仅有色差 还质量不好 亏我夸你用这个袋子装着很有感觉呢 上上就给我断一个 今天是我跟淘宝客服斗争的一天呀 唉 这家呢 两块多人民皮我都嫌贵 下一个是个什么 我也不记得了 也是发卡 也是为了 臭重量来真的 我觉得 就是一些店铺啊 你买到了不喜欢的东西 你以后就是真的不会再去买了 所以 做淘宝店铺你到底是想要 就是赚个快钱 把东西卖出去 然后捞一笔钱 然后你就不做了 还是你确实是在用质量 就是打动回头客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这质量不好的东西 你买了一遍 肯定是不会再去买第二遍的 唉 让我们看我买的发卡 我真的都不记得我买了什么样子的发卡 哦 这个好像都不是我选的样子 它都是一版一版随机发的 然后这是一个 这边有珍珠 然后这里有笑脸的一个发卡 其实我觉得 我对这种发卡的预期特别低 因为我会觉得它可能看起来 都会像这个一样 这么连扎 那其实 这个发卡确实很便宜 但是质量 比这个是要好得多的 但是这些 就是其实它是有一些质感的感觉的 是有这种感觉在的 所以我觉得 它是至少是对得起它的价格的 而且它每一个这个发卡 它都是有一个 独立包装的耶 光这一点是不是非常感动了 它每一个都是有一个 这个包装 而没有纸片 虽然说不鼓励用这么多的塑料包装 但是它这么装着 确实就是还挺用心的 至少在包装上面 它都是有包装的 就会给人留下比较好的印象呀 这个跟我前两天收到的那个夹子 是非常像的 都是这种四个 然后在一起 但是它是一个蓝色调的 那天那个是个粉色调 我觉得这些小夹子 其实 我都挺喜欢的 我会 我会都觉得很好看 这个是一个黄色调的 我可能就不一个一个试了吧 我再试一个牛油果的 还是有一点想试的感觉 不行不行 有点夹头发 牛油果 这一套绿色真的都还蛮好看的 颜色至少我觉得是非常OK的 但可能跟我今生的 衣服不是那么的搭 而且因为 这种 这种口的夹子 你夹在你的正面 从你的正面过去 你看到的就是 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夹子的这个地方 其实是看不到这个地方 只有从你的这个角度去看 你才能看到这个夹子的正面 所以 这会有一点奇怪 反而是这种样子的夹子 它是可以 比较好的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牛油果绿都好显白啊 显得人都白白的 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 都非常可爱 还有一个毛线的 看吗这种夹子 你从正面看就是这个夹子的屁股 然后这么看才能看到这个夹子的样子 天呐这一群夹子我都很喜欢 我觉得这家店铺 可以推荐给大家 是值得买到 因为它 无计它的价格 也是非常的便宜 但是这个质量 完全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是让我觉得有物超所值的 好像这几个多少钱 我也记不住 可能一会我看一下 打在屏幕上它的价格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接受的 这个价格 这是我买的一个 毛哥平老师的海绵 这个海绵是被我的朋友种草的 上次我们两个 互相给对方化妆 然后觉得这个海绵 它都不用去沾湿 然后就可以直接拍在脸上 而且非常的好拍 然后就给种草了 而且这个海绵 它是自己有自己的这个格子的 所以会让我觉得 不管是带出门啊 还是什么的收纳 都会非常的卫生 非常的方便 建议施用海绵 建议使用海绵圆弧面上妆 OK 它还是建议你要打湿它 而且是建议用这个圆弧面去上妆的 哎我这个海绵好像有点 发白泛白 但是我是在旗舰店买的 应该是正品吧 因为我记得我用的朋友那个 它是有一点点粉粉的感觉 下一个 然后我好像知道是什么了 这也是我买的一个菜照 它有一点大 然后它的名字叫落叶缤纷 这样比 好像能照的菜比我那天那个 保温的那个要多一些 它是一面有这个落叶缤纷的图案 因为一面是这种网 沙网 它是好看的耶 但是质量的话 好像有一点点单薄 而且上面还有一点点 不是说特别干净的感觉 下一个 有点是个大的 看我收到的大件包子 啊是我买了一个 这个看书的时候 可以把书立起来的 这么一个 因为我觉得看书的时候 一直低着头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就像你看电脑 一直低着头也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立书的支架 这样你就不用低着头看书 非常适合学生党和爱看书的朋友 它底下是这么 它底下也是这种可以调节 你要的 档位 档位 调节的角度 它有不同的槽 然后这个东西 你可以把它放在不同的角度去 然后这么立着 就这么立着 这边是你把书放在上面 然后这个用来压书 两边都有 这个东西还不便宜呢 虽然它只有一个木板 但是好像 它是这个 Sysmax 这个牌子 它做这个是比较 算是 成功比较早的吧 很多人都是用这个牌子 然后我也是看它的质量会比较好 我买了一个大号的 好像确实有点大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上面写字 什么的 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 而且它是可以用来架电脑的 其实 包括你的平板 还可以把它放在厨房 就是 把你的iPad放在上面 然后把它架起来 看你的菜谱 都是可以的 一共有13个档位 啊 啊 打开了 它其实是把它往下一推 它锁住了 然后你把它往上一推 然后它就可以很轻松的打开了 各个角度可以调节 现在让我把我的书放上来感受一下 比里的书 然后再把这个指甲放上去 啊 它就是紧的了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这么看书 然后翻书的时候 就翻一页夹住 但是它不会挡住字吗 是会有一点的 所以你可能就需要不停的去移动 或者就是 然后因为买了这个大的 然后我的书又是比较小的 可能使用起来会相对的麻烦一些 但是这样看书的话 确实我就可以这样平视了 我就不用这么低着头看书 就会舒服很多 还可以帮我固定住我看到哪里 是不是我其实书签也没有必要买了 很喜欢很好用 啊 这样我又会更愿意看书 是不是 对这个道理 增高价是什么 为什么又完全都有印象 是我买的一个像小家具一样的东西 就是把我的台式电脑架高 这样它的角度可能会更方便 而且这个台面的底下还可以把 我的键盘收纳进去 这样桌面就会显得更整洁一些 我现在就可以给它拼上 就是非常简单的宜家式家具 这就是这个桌子的桌腿 OK 有一点 敲磕把了 就这么一样 架在桌上 然后底下可以收纳我的键盘 鼠标 然后上面可以把电脑架起来 下一个 又是一个大件 哇 这是我买的一个收纳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啊 它是一个粉色的化妆刷收纳桶 而且它是有一个防尘罩的 它可以这么合上 然后里面有一包这种珍珠 就是你把化妆刷你可以插进去立足 它有白色蓝色粉色三个颜色 然后我觉得粉色的 床单被罩这些都是粉色系的 所以我觉得放在房间里会比较的搭一些 这个是它的小门 可以打开关上 塑料感确实 是有点重的 但是 颜值还是OK的 让我把这包珍珠倒进去 拿了三把刷子 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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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立下去 它就可以笔直地站住 然后合上 嗯 还挺有意思的 下一个应该是一个 亚克力的 诶 我为什么要买一个这样的收纳盒 啊 它是一个搭配使用在 这个手势收纳盒的上面的 还没打开 它里面有一点错备了 让我给它 修复一下 这里就是相当于是放耳夹呀 然后耳钉 我没有耳钉所以是耳夹 然后这里是可以放戒指什么的 这是第一层 这是第二层 这个绒的手感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小还有一个 抽屉上还有一个这种小的拉锁 然后第三层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 比较适合放 项链什么的 然后顶上应该就是可以把这个 给架上来 它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收纳 上面可以放护肤品 然后下面是可以放一些首饰 我把我的一部分耳夹已经放进来了 这个确实收纳还是比较适合 耳钉放耳夹会有一些 局促的感觉 我把发卡都收进了 刚刚收纳的第三层 就是这个没有隔层的收纳 然后我惊讶的发现 第一个包裹收到这个发卡 好像是六七块钱买的 和我今天收到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除了颜色不一样 但是价格应该是便宜了 一半左右 又是一个 已经不学习很多年的人 还非要买学习用品 我们读书的时候 哪里有会用电脑智能手机平板 我们都是 纯手写学习的 以前上高中的笔记本 一本又一本 送了两支笔 一面是这种黄色的记号笔 一面是紫色的 还挺可爱的 然后买的也是B5 并不是因为我对B5有什么执念 而是因为之前买的纸它都是B5大小的 所以就只能继续用B5来 把之前的笔本子的纸给夹起来 这是一个这种透明的 然后里面的隔夜是有不同的颜色 有这个绿色粉色黄色蓝色 它其实就是一个透明的白色的颜色 他也送了两本这个纸 感觉我的纸就是 越买越多越来越用不完 为了把这个纸多用完 我要督促自己多学习 不是学习 多读书多看报 还有今天的最后一个包裹 也是我所有的淘宝官方集运的最后一个包裹 然后我的私人集运 那个包裹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寄到 但是东西也没有 就是这个这么丰富 一共可能就好像是9样东西 等它到了的话 我也把它拍一下 对比一下 两个集运公司给我的感受 有没有什么不同 哦 最后这个是我 一直在等待的哦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三脚架 它是一个非 好像是买什么东西送的一个三脚架 非常的简易 不劳 出去玩带的确实是挺方便的 但是因为它站的不是很稳 所以就会很担心相机就摔了呀 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又买了一个 这个八爪鱼的三脚架 它还是比较大比较沉 拿出去可能会比较咸 但是在家里用 应该会更比这个要方便一些 这个的角度什么都非常的不好调 它叫八爪鱼是因为它的这个角是可以 任意的弯曲 也就是说它可以绑在一个栏杆上呀 或者是绑在一个门把手上呀 任何牢固的东西它都可以缠上去 然后把你的相机放在上面拍 其实这个带出门 确实我可能像我平时徒步登山的时候 用的包就会放不下 但是它也没有那种小脚架那么大 是你的一个小胳膊 小臂这么长的一个长度 就拿在手上也没有那么的夸张 而且它还挺轻巧的 不算是非常重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 我所有的从淘宝官方海运过来的东西呢 都已经开箱完毕 还剩下9个从私人机运过来的快递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 那么今天的事情到这里就结束啦 拜拜